好多读过三体的人都觉得大流对三体文明的设定有两个漏洞 第一个 三体人既可以遗传父母的记忆和知识 又可以同步广播自己的想法 拥有这样开挂一样的技能 他们就不用上学 每个三体人从出生就拥有一定的知识 而随着成长 思维广播也能将最新的知识灌输到他们的大脑中 但是为什么他们的科技却发展得如此缓慢 以至于要用质子封锁人力区区400年的科技发展 第二个 所有三体人的思维同步广播 也就是说所有人的想法一定是高度统一的 那么为什么1379号监听员在收到英文界的消息之后 会如此决绝的做出断送自己种族前途的决定 虽然我在读过几遍三体之后 觉得这样的设定可能是合理的 但我又说不清楚为什么是合理的 直到我读到人类简史中历史的方向这一章 我突然就明白了 科技发展缓慢和1379的背叛原因其实是同一个 就是思维透明 三体人思维透明的技能是能促进知识的传递 但同时也抑制了知识的产生 是能让种族精神保持高度统一 但同时又让种族精神如一潭死水 经不住任何来自外界的刺激 没有对比就没有高低 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人类文明究竟为什么会闪电白崛起 就能明白三体文明为什么发展的如此缓慢 1379号为什么会因为一个外星信号 就背叛了自己的种族 我们这人能够诞生文明 是因为我们能够想象不存在的东西 但让文明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 每个人想象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 每个人每个部落之间的差异都会导致冲突和撕裂 然后人们重新思考和想象将撕裂弥合 弥合后就会有新的绽放 人类文明就是在这样的撕裂弥合绽放的循环中迅速崛起的 比如在一座山下坐着三个智人的部落 这三个部落因为各自的机缘巧合 分别相信着山上的一棵巨石 一棵大树 一条河流给自己部落的守护山 大家各自相安无视 但随着不断扩张 三个有着不同信仰的部落冲突不断 后来有一个大聪明跳出来说 你们都搞错了 我们的守护神不是巨石 不是大树 也不是河流 而是这整座山 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不应该打架 三个部落的人一听觉得此言甚妙 从此三个部落融合成一个更大的部落 但土地和人的融合只是表面 更深层次的是技术和思想的融合 比如一个部落发明了轮子 一个部落会造船 一个部落驯化了牛 那么三个部落合一之后 人们把船放在轮子上 用牛拉着走 运输黑客机 牛车就出现了 再比如一个部落擅长种小麦 一个部落只会种蔬菜 一个部落善于养殖 于是融合之后 巨石的鲜艺 一个部落崇拜大树的顽强 一个部落沉浮于河流的绵绵不绝 三个部落融合以后 部落的精神就更加复杂 而具有竞争力 每一次的融合 就是一次技术和思想的迭代 而关于信仰的冲突不会停止 信仰的弥合也不会停止 然后部落融合为城镇 城镇统一成国家 技术和思想也随着一次次融合 呈指数级的速度发展 所以三体人因为思想透明 就不会产生差异 虽然不会撕裂 也不需要弥合 但同时也没有绽放 他们的文明就像一潭死水一样 不会在内部产生一点波澜 静悄悄的归宿前行 他们能超出人类几个等级的技术 是在几万甚至几十万年的侥幸中 长出来的结果 人类文明发展的速度 是他们不敢想象的 而在这样一个全民精神 极度统一的文明内 1379号监听员 就像一台机器一样 没有任何特别的想法 就算在一个小小的监听站里 度过一生 他也没有觉得有何不妥 当然1379号 也从没有经历过任何不同的想法 他完全不具备融合差异的能力 于是当他收到燕文界的消息之后 一个来自外界的自己 让他完全无法应对 1379号僵硬的世界观 被瞬间击碎 他第一次跳出机器一样的思维 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 自己的世界 然后那个美丽的意识界 就变成了他的信仰 为了维护这个 只存在于自己心里的天堂 归时神差的 他选择背叛自己的种族 所以对于任何一个文明来说 差异是发展的原材料 融合是发展的大方向 产生的差异就是演化的原材料 物种和环境的不断融合 就是演化的方向 个人的成长也是如此 思想的差异是成长的原材料 更多的思想不断融合 不断复杂化 就是成长的方向 所以我们不应该只看自己喜欢的 只听自己认同的 而是要放下偏见 了解自己反对的 甚至厌恶的 这样才会有足够的差异 供我们成长 就像我的初中老师说的 你一口咬住个干屎绝绝 有病麻花的换不下 你到老也是个满脑子 偏见的糊涂中 扯远了 我们看一下 人类文明在融合这条路上 到底走了多远了 大约在一万两千年前 我们的祖先在地球上 创造了数千个相互独立的文明 最初因为虚构故事的随意性 每个文明的故事和信仰都千差万别 但历史的方向就是相互融合 仅仅过去了一万年 那几千个文明就只剩下两三百个 再过了两千年 就到了我们现在的全球化时代 虽然现在地球上存在着两百个国家 但都接受同一套地缘政治体系 都是用同一套经济制度 采用一样的法律制度 也都接受同样的科学体系 而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这种融合的影响也是方方面面 就算是住在最偏远乡村的人 地里种的是来自美洲的玉米 来自墨西哥的西红柿和辣椒 手里拿的是 集全球之力生产的手机 嘴里哼的可能是最后的墨西干人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 融合还远远没有结束 差异也在喷涌而出 就像上上个视频说的 新的故事还在喷涌 新的秩序还在形成 新的共同体还在凝结 而新故事的原材料就是差异 新共同体的形成 就是历史的大方向 融合统一 本视频的观点 来自于瓦尔赫拉利的人类前史 接下来的三个视频 我们聊一聊 史上最伟大的三个征服者 金钱 帝国和全球宗教